九十一,《蘋果日報》,《牙耳氣笨珠》跳槍SMAP木村直播採礦 2015年7月27日國際娛樂C08日本富士電視台每年一度的馬拉松式特備節目27小時TV 前日黃昏開始直播27小時,不少當地紅人軍內首此出 當中天團SMAP也全體落水玩遊戲 主張木村拓哉雖然被拍下採礦醜態,但他卻待隊友跳槍G-Jump,被讚友營兼救義氣 舉行以二十九屆的年度直播節目27小時TV前日開羅 今年又獲不少演藝界人士給面支持,包括有國民級組合SMAP、EXILE、女歌手華園憑美 青春女星光力彩牙及光宣布分信的Every Little Thing主音池田香值均有份參加 而重磅女星道邊直尾更癡壞但追名臨琴盡情搞笑 水中激戰SMAP5位成員前晚為節目內首此出 與少長江村龍史率領的一中鞋升在水中激戰 身為隊長的中居正廣上月光撤除喉龍腫瘤 加上隊友草及24389 江祖前熱鬧雙腳 但五指仍參與水中大戰 木村拓哉卻不慎被拍下用手指攻滑鼻的醜態 而現場就坐滿川光來爭道秀 其 觀眾 場面熱鬧 可惜SMAP當晚不敵鞋星組 舒家則要派出其中一位隊員挑戰笨豬跳 中居二位高理由請辭 並點名隊友道援吾郎作代表上陣 最終由木村拓哉崖而棄頂上 他站在幾層樓高的高台約下 環面不改容 進展男子氣概 相反站在地面的導援就看到就眉頭 節目出街後觀眾大讚木村拓哉戲 就連玩笨豬跳也十分有型 至於每年軍找來藝人挑戰長途馬拉松 今次44歲女星大九寶街代指堅負重任 前日起跑足88公里 身為圈中好友的前編女優倉正空 身在內地開工也用無筆寫大字加油 大九寶大者 月陽為對方打氣 讚文 歌羅 我猜到了 我們知道 這邊是想要再去的 觀眾想要再去的 單筆 第二 高槽 中 在 熊